马可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这段经文提到耶稣随自己的意思 选利门徒 原文是召唤那些他自己想要的人 不是按照人的标准 而是经过彻业的祷告 明白天父的旨意 来选利的 今天每一位神的子民 都是神所拣选的 不是偶然的 耶稣选利十二个门徒后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就给他们使命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在居家庇异的期间 许多的教会都停止了实体的聚会 也几乎停止了一切实体的聚会和活动 过去靠办大型布道会传福音的教会 现在突然发现很不容易在疫情下传福音 但是有许多的异端 却不受影响 反而更积极的在传 这就证明了不是疫情拦阻我们传福音 其实是我们可能根本平常就很少在传福音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主耶稣要门徒去做的 主要就是传道 医病赶鬼 但是有多少基督徒 真的积极的在传福音 医病和赶鬼呢 我们下期见